牠手上挥舞的鞭子 能让所有的动物都屈服于牠 这是遭羊可不是西洋啊 现在是早上七点多 我们都是早上大概六点半起来 吃点早点 然后进入第一项工作就是 昨天晚上 小羊羔是跟着大羊的 然后早上起来小羊羔喝了水 再吃一吃奶 然后它就会必须得跟大羊分开 分开以后就小羊 小羊留在家里大羊出坡 或者是大羊先出坡 小羊在附近吃青草 过几天有青草的时候 所以让大羊和小羊 揭开这个过程 是最有趣的 是早上最有趣的一个工作 喂羊羔吃茧 羊羔早上必须舔一次茧 普通小羊羔受缺的力量元素 在遭羊下干活的小女孩是最美的 像仙女一样在那转圈圈 这就是盐 这就是最普通的 就是那种粗的 就粗略的盐 然后就给羊舔 隔个三五天舔一次 看水藏还冻着冰呢 还有一层薄冰 看见没 哇看薄冰 昨天晚上还是零下的 最少零下四度看见 把冰都打坏了 遭羊下的我特别美 其实我每天都骑这么早 一般没有时间拍视频 都在大火 今天是大火的人多 我才有时间能拍好视频 你们总说你们想来干活做阳光 你们能骑这么早睡那么晚 看莲哥 早 哎 你为啥不带面罩 对 那个绝对不热 那个是冰丝啊 那个带上你就不吹脸了 那明天带话没事 明天带 这几天大风 今天大风蓝色的日期 没事没事 没事 其实这两天不用帽子 你戴那个就行 这样帽子不错 过两天 就戴那个上面又戴帽子 又遮羊 那个遮风啊 那个就剩眼睛了 嗯是 嗯 那个 呀你背上水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现在进入早上 最复杂也是最艰难的一项工作 就是把 拇指封离开 到底怎么让他们封开呢 难封难舍的 这些工作是怎么做的呢 来 大家不要动啊 等待 等待 等待这个神奇的结果 看 早上的时候 里面有 我们一般都在里面赶羊 然后姐夫就会在口子上 靶着 然后 靶着羊 靶着羊 靶着羊的时候 她就会把母子封离开了 姐夫的技术是高超的 她手上挥舞的那个鞭子啊 是最神奇的东西 她能让所有的动物都屈服于她 羊目就是这样的 她得早起 这就是 有的人在伺候人 有的人在伺候动物 看有没有漏掉的羊羔啊 看有没有被漏掉的羊羔 一个都没有 看见没有 你看他们就像 就像孩子送到幼儿园 妈妈走了的表情一样一样的 看这群小可爱 被劫住了 一个都跟不走 所以这个工作最重要的就是 姐夫的位置 她会把控每一只羊 然后也是这个家没有她不行的一个原因 那个大门和那个鞭子 别人真的是 掌握不了 她们就去她们就会去舔捡 看到了吗 羊就会去舔捡 那就是刚刚撒好的捡 她们就会去舔 舔完以后喝点水就走了 她们吃捡就像我们吃咸菜一样 时间长了你就特别想吃咸菜 还想吃点辣椒 早上起来跑三圈羊圈里面锻炼身体 小羊干部的身体都锻炼的特别好 辣椒好吃吗 哇嚼得咸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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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了吗 嚼得咸菜 这是在和她的和她们的孩子告别 妈走了 照顾好自己 看小羊羔跑的 挡起来大链身三十圈 鲁鲁不懂 鲁鲁是一个喂养的羊羔 她不懂 羊群已经走远了 眼舔了 水也喝了 小羊羔也放心的放下了 所以她们就走了 然后剩下家里的人 在继续干家里的活 喂小羊羔 给小羊羔喝水 后面就是伺候这群小的 老子伺候上走了 伺候小的人 然后连哥这个时候 就负责 赶上羊去破离房 这就连哥一天的工作又开始了 想关注更多草原生活 想关注更多 莫名有趣的人生 请关注内蒙莫莫账号 带你领略不同世界的人情和羊群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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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